大家好 今天又要分享生活中有趣的小玩意兒 那今天分享的商品還是EDC Everyday Carry 那我說EDC是什麼 我們每天在頻道裡面講EDC Everyday Carry的意思就是 這個物品是在生活中用得到 而且或許不可或缺 那我們人在生活裡面 不管說我在旅行 我在上班 我在逛街 我們人在外面 身邊有的人會帶著工具 或是生活中會用到的物品 有些人就沒有 空手就出門 沒關係 那都是選擇 但是我們不管出人門了以後 我們人在外面 總是會遇到生活中的一些突發的狀況 那這些突發狀況 有的人能應付 有些人不能應付 這就是EDC的功能 那事不宜遲 我先跟大家分享 今天要分享的商品 我再來說明一下我對EDC的看法 還有EDC的精神 好 那這個商品的話 其實我也觀望了一陣子 最終的話 我還是把它買到手了 那未來它會是在我的包包裡面 然後一個 我會真的帶著它 不可或缺的一個角色 好 那我一樣也是用瑞士刀 來開這個箱 那我今天用的這個瑞士刀的話 它是HONZMAN 獵人 改天有機會的話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瑞士刀 那我頻道裡面的話 也有瑞士刀 應該是有兩三支吧 的評測跟開箱影片的話 大家可以去看 好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商品的話 也是一樣 熱騰騰的剛才剪開而已 我從MOMO購物買的 昨天購買 那今天就祭達了 速度很快 那我今天買的這個商品的話 它相當的特別 那我告訴各位 我等一下會跟各位講說 為什麼 我們日常生活需要帶著它 MOMO購物他們現在 祭貨的速度越來越快 它都是今天購買 隔天祭達 那 包裝也不錯 那當然我知道 這個應該是廠商出貨的 第三方 第三方 廠商出貨的 那 這一個商品的話 它的名稱叫什麼呢 我們這邊有寫 它叫 Ultralight Travel Tower Ultralight Travel Tower 那它的品牌是 MATADO 鬥牛市 有看到嗎 MATADO 鬥牛市 那 我蠻常購買他們家的商品 那 我的頻道裡面的話 也有介紹他們家的背包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 那當然大家都知道 我的影片都沒有後製啦 所以說你們 看不到什麼上面 或下面 哪裡啊 可以點進去連結 要請各位自己到我的頻道去找 因為我說實在話 我沒有時間做後製 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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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wer 這是 毛巾 相當小 很小巧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小 那 這是我們的 那個 我可以把它當比例尺 它 尺寸就是這樣子 很小 很小巧 那 它的外殼的話 它裡面就有寫到 它的名稱 叫 MATADO Ultralight Travel Tower 那我買的是小的尺寸 那 它展開之後 它的Size的話是 39x39公分 是這樣子 那 產品的重量是41克 那 我買的是小的尺寸 對 SM Size 嗯 還不錯 包裝還算 還算 還算精美 那 不過它這個下面的這個地方 好像有 有開啟的痕跡 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不是 別人退貨 這我就不清楚 那 總之沒關係 這個商品我很喜歡 所以我會留著它 那 不過它這個盒子看起來好像有點成就感 可能放一陣子 那 它的這個後面的話 它就是 有一個背帶 然後它會怎麼搞 卡住 有有有有 我現在知道為什麼了 這樣子 它的 殼子上面 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縫 所以我們把它拿起來 拿起來以後的話 我們看得到這背後的話 這是它的外面的一個網帶 好 那這網帶收起來是很小巧 那它後面的話 還有這一個 這個叫做 那個 那個 Hyperine Hyperine 叫什麼 一個掛繩 一個掛繩 那你可以在上面 掛你的那個 Cabinet 就是 Cabinet 就是那個掛鉤 你就可以掛在你的包包裡面 但是我不會把它掛在包包裡面 因為它很小巧嘛 我就把它塞在我的那個 Slim Bag 某一個角落就可以了 好 那它的 上面這邊的話 有一個 好 有一個這個 嗯 一個扣子 按了以後 它才會拉開 拉開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打開 打開 那它這個地方的話 是用閃繩 然後再用收縮 收縮膜的 一個 做一個繩結 好 好 那打開之後的話 其實它的內容物 也相當的單純 它就是一個折疊起來的 一個 它這外面還有一個 MATADO的 這個 商標 那當然這商標的話 是從裡面透出來的 對 還蠻精美的啦 雖然它的售價 說實在畫了一條 這個薄薄的毛巾來講 售價是有點高 好 那它說它這個是一個 奈米的 呃 材質啊 可以 吸水可以吸到它的 體積的2.3倍 那 所以說 感覺上還不錯 那很薄 好 蠻薄的 那蠻薄的 情況下的話 欸我怎麼覺得好像 有點 可能 沒有沒有看錯 看錯 看起來 還以為是有點損傷 那它的這個正面的話 嗯 這邊有一個商標 好嗎 它都有商標 那它的周圍的話 是一個鋸齒狀的 大家有看到鋸齒狀嗎 那很薄啦 那不過它也不透光 有沒有看到 不透光 那是一個黑色的 黑色深灰色的 一個 一個毛巾 那吸水很好 那當然這個尺寸的話 只有39x39公分 39x39公分 所以說 它應該算是一條手帕 那你在正面的一個 這個角落的話 它都還有寫到它的 用各種語言 然後去寫它的 產地啦 好 產地這樣子 還有它的 嗯 材質 Polyester 85% 還有Ninan Ninan15% 好這樣子 嗯 那 可能是用特殊的知法吧 好 去讓它能夠 吸水吸得很大量 而且又很快乾 好 要不然的話 Polyester 跟Ninan 啊 跟這個什麼 對啊 沒有錯 日文看起來是Ninon 沒錯 好 這個材質的話 並沒有什麼特別的 那它正面跟背面 其實材質 差不多 那但是我覺得 它的背面這邊 正面這邊的話 有一點粗粗的 會有一點粗粗的 一個 一個質感 但是摸起來不會很粗啦 那 滿薄的就是了 好 好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開箱 那 它的這個 這個地方的話 它會有一個 扣環 扣繩 它讓你打開之後 那你可以掉在你的包包的外側 讓它去晾乾 或者是說你在旅館的時候的話 你可以把它洗一洗了以後 掛在這個毛巾桿上面 好 掛在毛巾桿上面 不管你是要 掛在 既有的桿子上 還是說封閉的桿子 你可以打開這個扣環 然後在封閉的桿子上面 也把它扣上去 所以說 這就是整個商品的內容 那收納的時候的話 也很簡單 你就把它折起來 好 折起來以後的話 把它塞到這個小套子裡面去就好了 好 那我再說明這個商品 為什麼要買已經它的使用之前的話 我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各位在網路上的時候的話 你會看到 包含了很多的YouTuber都搞錯 因為你今天有看到 我們這個是一個網子 外面是一個網子 然後內容物的話 是一條39x39公分的一個 一個Tower 一個毛巾嘛 對不對 那這一個商品的話 它叫做 Ultralight Travel Tower 我這邊有寫 因為我沒有時間做後製 所以不會有字幕 然後很多人一定會問我 欸不對啊 我在網路上 看到最多的都是長這個樣子 大家看到的應該都長這個樣子吧 對不對 外面有一個矽膠 矽膠套 對不對 大家是不是看到都是像這樣子的一個商品 欸怎麼跟我這種 外面是一個網狀的商品不太一樣 不是不太一樣 因為它是兩個不同的商品 你們看到的外面有矽膠殼的話 它叫做這個 Nanodry Nanodry Packable Tower Nanodry Packable Tower 它不是Ultralight Travel Tower 所以說這是兩個商品 這兩個商品的訴求是不一樣的 那我比較建議各位EDC的User 你們要買我這一種 叫做Ultralight Travel Tower 那它只有一個顏色 那如果說是Nanodry Packable Tower 它有蠻多種顏色的 我知道有綠色有紅色有粉紅色 還有一個淺綠色之類的 但是如果說是Ultralight Travel Tower 就是我買這種外面是一個Mesh Mesh網狀帶的 這只有一種顏色就是黑色 所以說不要買錯了 因為我們買EDC 我們玩EDC的人 最重要的就是收納之後的體積 收納之後的體積 收納之後的體積相當重要 所以說你如果說這個商品 外面又有那個矽膠套的話 那個矽膠套是硬的 它沒辦法壓縮 所以說它在收納上面 以及我們放在我們的包包裡面 它滿佔空間的 那像這個收的比較小 而且它又可以任意的扭曲 的狀態的話 它是比較有利於收納 這才是我們EDC的精神 那我講一下為什麼我要買這個商品 因為第一個是 我們在生活中 尤其我們人在戶外的時候 不在家裡的時候 會有很多突發狀況 那它這樣子的一個 討我的話它可以做什麼用呢 第一個 例如說我有太陽眼鏡 因為我沒近視 所以我沒有戴近視眼鏡 但是我有太陽眼鏡 太陽眼鏡的話 你就可以拿來擦 它就可以是一個眼鏡布 或者是說 我們有時候 我們會用pouch 我們是不是有時候會用pouch pouch的時候的話 我們有時候有一個物品 夾在中間的時候 我們可以放在中間 然後避免它們摩擦 所以說它就是一個close 它就是一個布料 在你平常生活裡面 你用到的時候就可以用它 第二個是 我們有時候在外面的話 有可能會打翻 打翻飲料 打翻什麼物品 很大量的水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趕快把它拿出來 或者是說我們今天 身上有流汗 我們就拿頭來擦一擦 或者是我們可能淋到雨了 我們趕快把頭髮擦一擦 這個都是這一個Tower它的用途 而且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在戶外的時候 很有可能會用到衛生紙對不對 我相信每個人的包包裡面 都有帶衛生紙 但是問題是你的衛生紙帶的夠多嗎 我相信每個人的衛生紙帶的都不夠多 然後呢 我們在外面的話可能 吃東西吃壞肚子啦 我們有可能 就是會有大量需要上廁所 或者是需要緊急的狀態的情況下 人有三級的情況下 那你這種情況下的話 你衛生紙 我們帶EDC的人 我們都是一個Slim Bag 裝了所有的EDC在裡面 任何東西都是少少的 你少少的情況下的話 你如果說那種塗方狀況 你的衛生紙一定不夠 你這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拿出來使用 好 然後呢 你使用完了以後 就是把它 你這個才擦得乾淨 那擦乾淨了以後的話 你到外面的洗手台 你再把它洗一洗 好 那你這件很嚴重的事情 就這麼解決了 這就是它的使用的方式 還有 我們今天跟各位 要分享一件事情 伊利西要有一個精神 伊利西要有 你一定要有一物多用的精神 大家有看到這個字嗎 我寫一物多用 一物多用 一件物品的話 你千萬不要想說 它是毛巾 或者是說 它商品名就叫毛巾 叫Tower 它只能當毛巾 千萬不要這麼覺得 它的用途 不是它的名稱賦予它的 它的用途 是你的想像力賦予它的 各位明白嗎 你一定要達到一物多用 然後呢 要知道是你身上 帶著什麼樣的工具 它是工具 帶著什麼樣的工具 然後呢 你在什麼的情境下 你可以用到它 在 這個都是生活的智慧 好 那你不管說 這一個商品的話 它 我覺得 我說明一下 這個商品在我的定義裡面 它在我的包包裡面 它的角色就叫做衛生紙 而且是大量的衛生紙 兼眼鏡布 所以說 我們在身上的話 我們帶的衛生紙 絕對不會多 但是我們的圖方狀況 也有可能在很多情況下 會需要大量衛生紙 它就是所謂的大量衛生紙 這樣明白嗎 這就是它在EDC裡面的功能 你說它 你說它功能很少嗎 不會 其實它蠻重要的 所以說我建議各位 如果說 你是EDC的User的話 你在那個 你的Slim Bag裡面的話 請務必準備一條 而且千萬各位要注意 我們玩EDC的人 不是東西 東西有就行了 你知道嗎 不要買大 所以說它有S size跟L size L size的話 它大很大 大很多 所以說你的包包裡面 一定是塞不下的 有些人的Slim Bag 奇怪 用3公升 它就可以帶很多東西 有的人用到10公升 它還是 東西還是帶不夠 這就是差別 那我們玩EDC的人 這個 智慧 腦子 是相當重要的 那我補充一點 我剛剛有提到 這一個同樣的Tower 同樣是MATADO這個品牌 它有Ultra Light Triple Tower 跟Nano Drive Packable Tower 我強力的建議 大家買我這一種 叫做上面的 Ultra Light Triple Tower 對不對 上面這一排 打叉叉 這個是千萬不要買的 因為呢 它這個才是為旅行用的 包括它這個掛鉤也是 這個掛鉤的話 如果說你買的是 Nano Drive Packable Tower 它是在一個腳腳 一個腳腳這邊的話 會有一個扣子 對 那這一個 Ultra Light Triple Tower 它的這個扣子的設計 會比較理想 比較適合掛在背包的外面 所以說這給大家參考 千萬別買錯了 好 那今天呢 我們的這個 生活中有趣小玩樂的開箱 就到這邊 也跟大家分享了EDC的概念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